这片场怎么还喊起买来了 这也太欢拖了吧 昨天正在京郊热拍的电视剧 米露露球爱记开放媒体探班 袁珊珊 蒋敬夫带着孩子 一家三口现身片场 气氛可谓是相当的融洽 三人这甜蜜劲 可是丝毫看不出在拍戏 大家都说和动物还有孩子拍戏是最难的 别看现在这一家三口是相当和睦 其实老爸老妈可是下足了功夫 为了和小演员培养默契 袁珊珊甚至还片场献学东北话 她本身就自己性格还挺外向 然后我刚开始跟她接触 就是跟她说你能不能教我东北话呀 然后她就非常得意的教我很多东北话 是不是 你瞅啥呢 瞅你咋地 看来这父母两人和孩子的关系处得不错 而这次在戏里 袁珊珊可是扮演一名医生 对于出生在学医家庭里的她来说 可谓是得心应手 说到这儿 袁珊珊就自爆 其实最开始 父母对她的职业规划 可是一点都没把演员给考虑进去 我从小在医院里面长大 我家里很多人是当医生的 我小时候几乎就天天就在医院 那家人应该希望你当医生吗 曾经有想过 就把这个愿望寄托给我妹妹 所以妹妹实现你家长的愿望 也没有实现 当了几年医生 然后跟我再去组了 爱奇艺娱乐北京报道